好 欢迎回到新台湾新光大道 观众们我们继续插播一个最新消息 刚刚我们所讨论到的桃园这所国中呢 竟然有学生集体霸凌 那么整个事件曝光了之后 桃园县长吴志阳呢 他表达了愤怒 那么他甚至呢也在刚刚表示 这所学校的校长应该要调职 校长我早上做这个指示 我不希望校长在这个地方 跟整个学校整个老师 气氛上有不合 这个对将来这个学校的发展是非常不断 所以我我觉得他一定要离开这个职位 让这个学校国会来做这个 就不要让他 因为他是现在变成党史 现在变成党史 所以他不要直接来面对这样的事情 我们先给他调留这样子 好事实上呢 这个校长要调职 是不是正好这个校长也觉得很乐意调走呢 因为呢我们看到在今天自由时报 里面的这个报道呢 就引述了一位地方民意代表的话 说这个学校的校长 去年其实花了不少的时间 在争取进入另一所高中 所以呢就疏忽了他原来在学校的相关事务 而且明显偏袒了特定的干部 陈大佬你觉得怎么样呢 我不晓得学校里头的内归 教育体系的内归 是不是这种情况就马上掉 是平调呢还是往上掉呢 还是到哪一个学校呢 那个新去的新要到任的学校 不会觉得很倒霉吗 因为这个校长现在已经出名了嘛 这个校长怎么会来我们学校报到呢 那我们学校又不是很倒霉吗 我觉得应该合理的做法 应该是停止 然后呢就静候这个案子 厘清之前啊 不应该随便调到另外一个学校 所以的话这个事实上 恐怕这个桃源县长吴基阳 刚刚所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还会让很多其他的一个家长啦 或者是学生急的跳脚啊 不是玉琴 如果他真的做这种事情 他调职请问他有受到处分吗 没有啊 如果调一个更好的学校就更糟糕啊 我一直反对一个叫调职 你知道以前啊 东豪比我清楚 只要警察表现不恰当 就会从这个所谓市区的一个调到郊区 调到山上去 那请问那边的山上的居民不是人吗 需要跟这个坏警察相处吗 这是很奇怪的作风 然后这个老师 我刚刚想到一个很好笑的画面 比如说国粮是学生 我是老师 他威胁我就推了一把 结果呢 警察来处理 既然我们互相道歉 这是什么处理方式啊 你懂我的意思吗 他威胁我 然后警察竟然叫我们要互相道歉 我是老师 他是学生 所以这种方式好像路人假路人蚁 然后因为车祸 然后打架 然后互相道歉表示 不是这个样子的嘛 在学校发生这样的事情 当然以后 怎么会是用一般的社会事件来处理呢 我觉得就跟那个刚刚东好一样 这叫戳案 所以因为戳戳戳 所以事情呢 你戳掉 事情越戳越大条 最后爆出来就是这种结果 是 如果不应该怪警察 是发生在桃园这个事件呢 事实上校园它有一个东侧门 那么东侧门呢 平常是学生上课啦 打混啦 摸鱼啊 那么下课 打架的一个地方 而连警方呢 都把这儿视为一个巡逻点 门外呢 正好有一座土地宫 甚至呢 被老师称之为生死门 而这个师生啊 他们呢 呃 这个附近啊 邻居啊 也都知道 但是呢 好像只有这个校长 他不知道有所谓的生死门 12月初 女学生在厕所被打巴掌 脱衣服 墙逼拍裸照 动手霸凌的是同校的 一群女同学 重过来 飞踢 手狠狠 重垂身体 男学生被同班同学欺负 垃圾桶罩住头 看不见很可怕 接下来 疯狂360度 大旋转 晕头转向 高中的大男生 都痛得 放声大哭 平传霸凌事件的学校 东侧门前方这边 是一堆榕树地处偏僻 学生经常跑到这边来 闲晃之外 旁边就有一个凉亭 学生不上课 溜出来 在这边喝茶聊天 或者是嚼槟榔抽烟 混水摸鱼 在东侧门旁边 是一个土地公庙 这里应该是庄严神圣的地方 不过呢 学生经常就约在这个地方 打架闹事 神秘面前做这些事情 非常嚣张 东侧门又被称之为 生死门 说东侧门啊 生死门啊 生死门 为什么 单挑都在那边 找人家 输引都在那边啊 常常都在那个地方 对都是在那边 那老师他们都知道吗 人家大部分都 可是那边都没有人管 中口走出来这 在这开港哦 在这开港啦 不然就吃粉啦 整个整洞啊 闲得比较漂亮就好了 不然现在不可以管啦 东侧门变生死门 附近住户和学生 都怕得不敢靠近 问题严重 校方视而不见 恐怕越来越离谱 专心闻许志明代秋荣 SNG小组 桃园报导 好生死门到底是暗藏多少的阴影和恐惧呢 想想看 真的不要说等到闹出人命了 才要获得重视 李医师我们其实知道 这个学校的学生呢 他们很可能是这个社会当中的冰山一角 只是一个缩影 那么他们里面所发生的一些行为 包括了有什么呢 包括强拍裸照的 包括带枪 说是要恐吓的 然后呢真的把刀子带进来 带到学校带的西瓜刀 而此外呢还有什么呢 嚼槟榔啦抽烟啦 是习以为常的 甚至还有学生拉开被发现的了 还有呢就是刚刚我们在讲的 这个私衣集团啊 就是专门去撕人家的衣服 去欺负人家的 这到底是代表什么样子的心态 你可不可以用这个精神的这个状态 帮我们来分析解释一下 我想真的很多人其实不太理解 我想我要呼应一下大佬讲的 就是校园的犯罪 绝对不等于校园霸凌 所以刚才主持人提到 讲的那一大堆 我听起来都是属于校园犯罪的部分 因为他每一条都可能违反 枪切弹药管制条例啦 那有部分刚刚讲就是 少年法当中所谓的这个 焉毒的这个状况 这还是属于这个要 少年事件处理 把他去处理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先把 校园犯罪这个东西拿出来看的话 我想警方要介入的时候 他的心态上就会比较积极点 他说你们不是互相开个玩笑 真正的讲说校园霸凌应该什么事 如果一般来讲 比如说像有些人 他会掀一下女孩子这个裙子 在我们来讲 现在可能就性人性骚了 直到骚的人都是非常这个幼小 或者是我们想讲过会呛话 或者说斜眼看他 或者是会说玩什么类似 什么阿鲁巴之类的 一些类似这种性的伤害 就是这个动作 在某一程度上我们都认为 他比较像是校园的霸凌 或者是常常有看到就是 中午把你便当不小心打翻 把你斜耀的工作拿出来 算是我的作业 那这个也才算是校园霸凌 或者把什么把脚伸出来 对对 半岛 因为你这个查无私人状况 所以我刚刚说 刚才有我们的 讲说警察可能在过程当中 要两张道歉 没错 听起来非常非常不合理 可是因为警察他没有那个所谓的 我们就要去报案 就要主动提供所谓证据 如果校园当中 我们认为最紧急的事情 我认为现在要仿造这个 叫犯罪防治的这个法则 在所谓的热区跟热点的地方 要加装所谓可以录音跟录影的 这些所谓的软实力 跟硬实力结合的东西 让老师们看到这个东西 或是学人知道 哦 原来这个地方 刚刚讲的东侧门嘛 对不对 有很多可能会霸凌的地方 那到底发生什么事 有多少人被人在欺负 现在大概都是有听闻而已 没有任何的迹象 那你说跟警察讲 其实他也无从去办案 所以认为有这些迹象的话 有些证据的话 可以让老师他勇于 去跟学校校长商量 我们有这些证据的 可不可以跟警察讲 赶快跟警察来办案 如果这时候警察不愿意接入 我们来说警察可能 这个无力 或者他不愿意接入 可是因为看到证据 警察不用接入 这我们来说警察需要重新监导 可是现在看起来状况 我听到很多过去辅导案子 空长许杂问你说 你有没有什么证据说 他刚刚有枪你枪 或打你头你去验伤 打你巴掌你验伤 你怎么会验到什么伤呢 所以最后当然是不了了事 因为这都属于效应霸凌事件 可是在被霸凌的徐言伤害 他下次好 下次我觉得警察办案没有用 因为他要提证据 我拿不出来嘛 好 像换我也是打凌枪一下 看到别人告我也没有事 所以这种恶性循环 这种循环就是产生中 主要霸凌者不见之后 次要霸凌者变不变成 下一个主要霸凌者 那一个受害者 也可能别人下一次霸凌者 所以这是一个循环 那这个整个循环 一定要整套配套措施 那其实在行为矫制 师范大学里面 任何的这个所谓的技巧里面 都有对行为导致的这个技巧 我们叫预防再犯的理论 都可以去做 处理个别学生行为的矫正 那只是看看 老师有没有这个勇气拿出来 因为我曾经听到一句话 就是说你最好是有智慧 去分辨什么是错的事情 那也要有勇气做 你认为是对的事情 我认为目前学校的老师 可能这个所谓的这个警察单位 都没这个勇气 做他们认为对的事情 好 不过等一下回来 我们继续来讨论青少年 他们在想些什么 马上回来